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啦,安全教育开始咯! 为什么写字时不要舔铅笔笔心? 很多小朋友写字画画时都有不好的习惯, 就是喜欢写一会儿字咬一下铅笔, 不知不觉啊,这种坏习惯就很难改掉了。 写字画画时咬铅笔是不对的, 早期的铅笔是含有铅的, 铅如果进入到人体内,对人体非常有害, 如果时间长了,日积月累的, 就会导致重金属中毒,甚至致癌。 虽然现在人们使用的铅笔笔心的主要成分是石墨和粘结剂, 不再含铅,对人体无害, 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铅笔都是不含有铅的。 就算是不含铅的铅笔,在纸上画来画去, 平时放在铅笔盒或者桌子上, 多少会沾染到很多的细菌和有害物质。 这些物质啊,有可能通过小朋友的咬和吃, 进入到人体内,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。 另外,咬铅笔也是很不雅观的行为, 小朋友要从小培养自身素质, 提高自己的素养习惯。 所以啊,咬铅笔是一个很不卫生, 很不好的习惯哦。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咬铅笔, 如果以前有咬铅笔习惯的小朋友, 也要慢慢地改掉这个坏毛病, 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。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咬铅笔习惯。